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有关机构一级 这轮洪峰将在8月19日至8月20日凌晨到达重庆 19日的晚上 重庆市发布了紧急通知 要求老城区三楼以下的住户全部撤离 网上不使流传出当地的景观被洪水淹没的图片和视频 实际上 自从三峡大坝建成之后 每到洪水季节 重庆的情况都格外的引人关注 这次情况尤其严重 可以说重庆已经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万众注目的情况下 李克强突然在8月20日中午来到了重庆 视察灾情 这可能是李克强就任国务院总理以来第一次在灾情的第一时刻抵达灾区一线 这显然有些不同寻常 不难想见 重庆的灾情越严重 外界就会越关注重庆 也就会越关注李克强 也在这些天 习近平正在安徽进行视察 中共的主要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安徽此前也遭受了严重的洪水袭击 习近平和李克强同时外出视察的情况 以往非常少见 两人同时外出视察灾情的情况 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在眼下这个微妙的时刻 李克强去视察重庆灾区 这个行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颇有些和习近平唱对台戏的意味 或许也正是因为如此 中共的媒体对两人的报道 出现了巨大的不同 在8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 完全没有李克强视察灾区的消息 甚至连一些商业的门户网站 都没有李克强视察灾区的消息 他们显然是得到了 中共宣传和网络管理机构的禁令 从中共的官方媒体 人民日报的反应来看 李克强这次外出视察 习近平一定非常的不满意 否则 由习近平的嫡系掌控的宣传机构 不至于如此的无视李克强的存在 不至于对李克强如此的减慢 毕竟李克强还是中共的二号人物 中共政府的首脑 中共的主要媒体完全没有李克强视察灾区的消息 这无疑得到了习近平的授意和首肯 习近平对李克强的防范和不满 已经到了不加掩饰的程度 同时这也意味着习近平对李克强有点无可奈何了 只能通过这些赏不得台面的手段 表示他的不满 中共宣传机构的表现 等于公开了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矛盾 可以推论 这次视察重庆的水灾 应该是李克强自己主动做出的决定 如果真是这个样子 这说明一向逆来顺受的李克强 开始变得强硬了 或者说李克强不再压抑他自己了 视察重庆 可能是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关系的 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最近这两年 习近平的胡作非为 已经给中共统治集团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面对目前极为困难的局势 习近平和他的亲信集团 在中共高层肯定是灰头土脸 也就是说 习近平的权力固然还在 但是他的权威几乎不在了 这对一个独裁者来说 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李克强和习近平两个人的声望 正处在翘翘板的两端 一个在上升 另一个在下降 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人之间的力量对比 也随之在发生变化 李克强这次来到重庆视察灾情 肯定会让他的民望有所提升 网上 李克强穿着高腰与鞋 在满是洪水和泥泞的道路上 巡视的画面在网上广泛的流传 当年中共的总理温家宝 就是以体察民情 关心民众的疾苦 而赢得了巨大的声望 而巨大的声望 实际上成为了温家宝 在政坛博弈的政治资本 胡锦涛似乎 也得对温家宝礼让三分 在某种程度上 也可以说 巨大的民望 也成了温家宝 在党内斗争时的护身符 因为温家宝的个人形象 已经和中共连在了一起 如果温家宝的形象被颠覆 将会对中共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个情况 李克强不会不留心 这个情况 习近平恐怕更是记在心里 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 习近平上台之后 特别是随着他权力的迅速巩固之后 李克强到外地视察灾情的机会 明显减少 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灾情现场的时候 更是尤为少见 极端专权的习近平 显然不希望李克强 拥有温家宝那样的民望 不希望李克强拥有温家宝那样的影响力 可以说 在过去的这六七年的时间里 随着习近平政治清洗的不断得手 习近平在不断的压缩李克强的权力空间 李克强几乎是毫无反手之力 完全是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 但是最近这一两年 李克强的表现有了不同 从今年的人大三次会议 李克强坦然承认 有六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一千元 一语道破了盛世的真相 震撼了国内外 明显的和习近平拉开了距离 而这次前往重庆视察灾情 和习近平唱对台戏 这显示李克强完全不在意习近平的感受了 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李克强固然无法把习近平拉下马 但是李克强的特立独行 习近平也无可奈何了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这两天 都在全力的报道习近平的安徽之行 而且把重点放在了所谓的救灾上 其中就特别报道了习近平 在20日的上午 听取军队参与防循救灾情况的汇报 新华社在昨天 推出了习近平视察安徽的长篇报道 其中写道 8月的江淮大帝 烈日炎炎 8月18日至21日 习近平在安徽省委书记省长的陪同下 先后来到了富阳 马鞍山 合肥等地 深入防汛救灾一线 农村企业革命纪念馆等 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防汛救灾一线人员 等等等等 以及顶学祥、刘鹤、陈希、王勇、何立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张又霞参加了有关活动 事实上 习近平所造的安徽那一带 洪水早已退去 新华社说 习近平深入防汛救灾一线 这纯粹是在愚弄百姓 另外 这个报道还特别提到 地方主官和多位中央大员陪同 实际上就是在突出习近平的领导权威 形成对比的是 真正在防汛救灾一线的李克强 在新华社却没有任何的消息 尤其是 就是报道李克强行踪的中国政府网 也只是简单的提到了李克强本人 而没有提及他的随行人员 更没有提到重庆市的地方主官 似乎是李克强自己在视察 这和他中共总理的身份很不相当 实际是 从有关报道提供的影像来看 重庆市委书记习近平的亲信陈敏尔 确实陪同在李克强身边 只是官方媒体没有做任何的报道 看来习近平当局在极力的减小李克强 这次视察重庆灾情的影响 贬低李克强在中共内部的权威 这些年 重庆每每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和极具争议的三峡大坝有关 重庆深受三峡大坝之海 这一次重庆的洪灾格外严重 重要的原因就是 三峡大坝导致重庆下游的水位很高 洪水不能快速下泄 有报道说 尽管三峡大坝以创纪录的规模泄洪 可万线的水位还是已经达到了170米 这次重庆的洪灾 基本上都是上游的洪水造成的 重庆当地并没有下暴雨 假如这次重庆同时又下暴雨 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这次洪灾给重庆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至少两万余商铺被淹 李克强视察的重庆遭受洪灾 极为严重的著名景点瓷器口 有消息说 这里的洪水已经淹没了二层楼 当地的商户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李克强到重庆视察灾情 无疑会引起外界的高度期待 李克强这次视察重庆 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事情 那就是他来到了重庆猪八戒 网络有限公司去视察 猪八戒公司是国内领先的 互联网服务交易平台 有超过一千万的专业人士在这个平台注册 孵化出了十万余家公司 带动了一百多万人就业 这次李克强并没有就网络创业过多琢磨 却意味深长的夸了一顿猪八戒 李克强说 猪八戒貌似平凡卓奔 但卓中有志 平凡人有上上志 如果能汇集起大量的平凡人的上上志 那会成为我们社会和国家多么巨大的财富 每个人物性不同 各有各的智慧 合在一起就能够创造难以想象的奇迹 李克强在中共排行第二 也算是中共的二哥了 他夸赞猪八戒 貌似平凡笨拙 但拙中有志 这很像是在借题发挥 为自己这些年来的忍辱负重 自我解嘲 习近平上台这些年来 经常到各地视察 大出风头 但是却极少出现在灾难的现场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那些地方根本就无法进行 大规模的隔离以及部署警卫力量 这对于严重缺乏安全感的习近平来说 绝对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 这也是习近平一个显著的弱点 不敢到灾难的现场 这一点让习近平遭到了广泛的诟病和指责 而李克强则明显不同意习近平 李克强此前就在武汉肺炎疫情 最为严重的时候亲自到达武汉视察 而这次又在洪水很严重的时候来到了重庆 显然李克强不像习近平那么没有安全感 李克强在用自己之强来克习近平之弱 很明显随着整体形势越来越不利 中共高层的矛盾肯定会逐渐加剧 距离中共的二十大还有两年多的时间 这期间形势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没有人可以预料 事到如今对于李克强来说 最糟糕的结局也就是倒战下车 在习近平如此不高兴的情况下 李克强依然要来重庆视察 这足以说明李克强在争取一个更好的结果 他并不甘心在余下的两年时间里 碌碌无为 或许李克强已经意识到了 未来他可能会有一个特殊的机会 在习近平民心丧尽的情况下 李克强却在努力的通过他的亲民的言行 来赢得民心 用这个阳谋来和习近平的阴谋对抗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小民之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